激劍是從古代劍術決鬥中發展的一項體育運動 他動作優雅 戰術靈活 看起來平靜似水 卻有暗流洶湧 勝負往往就是一念之差 我是梁家輝 曾經的全國國軍 運動員的生涯很短暫的 我自己都想為以後的人生做一個規劃 所以就在2007年退役之後 自己從事基建培訓的這個項目 我當時買車的時候都有看過Benz 寶馬 最後選了奧迪 其實從一開始奧迪以官車的形式來到中國之後 大家對這部車的感覺都是比較中庸一些 比較斯文一些 我想可能這個氣質跟我自己本身的性格會比較相似 所以就選了奧迪A6 而且是白色 因為我不想讓別人覺得我是司機 這部車我自己用起來就覺得很舒服 因為你看它的樣子 坐上它的駕駛位置的時候 你就不想開快車 你開車的時候 它給你的駕駛感覺就不同 Benz 寶馬那些 好像寶馬那樣可能是追求操控 會比較激進一些 Benz 就好像開一身就是大老闆 就是不可一世的感覺 我自己開這部車的時候 最多關注的就是它要令我很舒服 這一點我就覺得它已經令我很滿意 最滿意的一個就是它油耗 很多人不相信 我說我走一趟岩岡回到廣州 五點二 然後平時因為在深圳裡面的路況都相對比較好些 快速路 城市路 開一開 都是七個油到九個油左右 我就覺得它油耗方面我是比較滿意的 第二個就是它那個車裡面原廠的音響 我因為自己比較喜歡聽一些老歌 所以就全部都是用CD和DSD那些格式的歌 配搭著它自己的音響 自己稍微調一調 很多第一次坐這部車的朋友都說 咦 漂亮的音響 我說不是 原廠音響 最主要是那個播放員的質量夠高就可以了 還有它的乘坐感 因為這部車除了公司用之外 我家裡用得比較多些 小朋友 父母 老婆 一起上車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這部車是坐得比較舒服的 缺點呢 大家都知道 德國車欄有點小毛病 機油方面 我自己就大概六千到八千左右做一次保養 超大概是一升到兩升左右的機油 還有它這個車型 14年的車型是2.0T 動力就不是太高 然後搭配就是那個CVT的變速箱 日常如果知道那個道路是什麼情況下 你慢慢開其實都問題不大 最主要就是超車那裡 超車你一定要掛一個S檔 S檔踩兩下油 三到四秒基本上都可以完成到這個動作 還有它有少少的問題就是 那個後尾箱就不是特別寬敞 所以有一些長的東西的時候 你擺放的位置 還有坐的位置都可能會不太方便 其實我跟這部車的性格是很相似的 因為以前做運動員的時候 我不是屬於一些很有爆發力 很有驚喜的運動員 是一個比較慢熱和比較穩陣的一個性格的運動員 那這部車其實它也是這樣 從它的外觀 它的內飾 它的舒適 那都是給別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往往這些車型 在我們需要它的時候 它都可以給到我們想要的感覺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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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